这道菜叫客家烙饭 然后它主要的食材是因为我们把饭跟蛋下去炒 就是一直把它烙过这样 然后上面这个主要材料是五花肉 然后韭菜花 香菇 鱿鱼 菜脯 以仓银头料理为发想 主厨巧妙改良客家传统烙饭 加入鸡蛋烙炒后提升米饭香气 搭配澎湃馅料搅拌香气四季 吃进嘴里口感层次丰富 大大满足味蕾 你吃一口饭就可以吃到 对对对对 这样丰富的口感 对对对对 就是要研发因为一般都是米糕什么的嘛 我们想说就是把这个米饭 把它研发看看有没有别的 别种的创意料理出来这样子 独家料理不止客家烙饭 还有这道荷叶芋香糕 扎实丰厚的香糕 没有半粒米饭 全是芋头蒸煮铺底 搭配爆香后的虾米香菇和绞肉 淋上特条酱汁入口 香气在口齿中缭绕不散 自味迷人 自己创意独闷出来的料理 例如像荷叶芋香糕 它就是整个都是芋头 下面是芋头 然后像整个铺底 然后上面是用角肉跟香菇 跟虾米下去用 目前在屏东是应该是没有第二家可以吃得到我们的料理 而是配上泡菜以及黄芡末酱油 呈现港式风味 而至于到酒酿鲜炒虾 则是用独门的酒酿酱汁入味 不以人工化学香料调味 坚持用新鲜水果熬煮酱汁 就是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更健康美味 五味八珍的餐厅我们主要就是把高价位的食材 我们把它应用到让消费者可以平价或吃得到 我们的酱汁也都是我们自己下去用的 比如糖醋酱的话我们不会用一般的 我们是用新鲜的水果就是木瓜 凤林香菇下去熬制的 所以一般我们的酱汁都是以天然食材的食物下去用 比较没有用到化 化学还是那种换骨骨骨的东西 选用上等食材制作料理 却以亲民的价格回馈顾客 主厨强调在这吃得到新鲜与感动 不必花大钱就能享受到总统等级的美味佳肴 因为具有数十年丰富厨艺经验的他 曾是多任总统育厨 李登辉总统 然后那个马英九总统也有 他比较多吃的话 就是承作给总统 那当时在海拔网他吃的东西 就是都有亲手做给他吃的 不管是海鲜 功夫菜 盒菜或是家常小炒 在这都能一次满足 加上用餐环境干净清幽 宽敞舒适 来过的顾客都说讚 他就是很多的家常菜 那跟他的食材是非常新鲜 我觉得非常新鲜啦 但如果说一般的大餐厅来讲的话 他会比较贴近说我们一般的庶民文化的饮食 这个部分是比较贴切的 所以符合我们大概忠诚 一些忠诚生活的人民来到这边的话 可以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 感觉还不错 也蛮符合我们南部人的口味 对啊 房间不错 进来的感觉很好 想鉴定总统御厨真功夫吗 五味八珍餐厅就位在屏东市顺利东路上 下次或许可以来试试 评论新闻菜类华为得位采访报道